中国的绘画史可上诉着原始社会的新时期时代 距今约七千年的历史 最初是画在陶器 地面和岩壁上的一些象形符号 不过这些符号将进化成两种不同的艺术体系文字和绘画 即书画同源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认为中国文字与绘画的起源是相同的 如很多出土的陶刻图案符号 古人记录历史的文字 古人记录历史的最原始方式 包括节声济世 口耳相传等 随着内容的不断累积 这种方式的弊端日益显入 破解需要创造一种文字来记录实践 不过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 人们并没有直接创造出文字 而是用一些象形符号来表达 这就是原始社会新时期时期的演化 这种绘画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向乌济世 并掺杂着十分浓厚的宗教因素 音商时期的甲骨文主要就是用来占卜吉凶的 而记录历史事件只是它的次要功能 当然尽管绘画可以及时 但形式不同意 因为每人所画图案都不一样 这样一来实际就十分困难了 为解决这种问题 人们只好将绘画逐渐简化变成统一的表意 表音符号如仓和造字 实际上汉字中的象形形声等造字法 就是源于绘画 自此绘画和文字正式分离 最终演变成为两门独特的艺术 绘画渐渐发展到画在墙壁 线和纸上 使用的基本工具也由毛笔和墨代替天然矿物质颜料 到了汉代 人们将中国的绘画称为中国画 简称国画 一般指的是画在卷 宣纸 薄上并加以装表的卷轴画 工具和材料包括毛笔 墨 国画颜料 宣纸 卷等 题材可分人物 山水 花鸟等 技法可分具象和写意 不管是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 中国画体现了古人对自然 社会给予之相关联的政治 哲学 宗教 道德 唯一等方面的认知